昨天飘哥已经给大家分析过这次40系新显卡的架构 也就是新的AIDA架构的部分了 如果你还没看架构解析的话 赶紧先去补习一下 那么今天我就要来实测一下RTX4090这张新核弹的威力了 我们不仅要测试一下它的性能和功耗 还要看一看这次新推出的DLSS3到底是个啥水平 到底它的补帧能够提升多少性能 会不会带来额外的颜值 还有它的画质能不能看出来问题 以及对于比较烂的显卡 对于不是像4060那种显卡 在原始帧率很低的情况下 这个补帧还能不能发挥出它的作用 那在给它公布性能之前 我们先来仔细看一看这公版的RTX4090长啥样吧 其实和RTX3090的公版没什么大区别 一样的月间BF GPU一样的设计思路 只不过这个风扇再稍微大了一点 公版的4090两个风扇直径已经达到了11.5厘米了 本来已经很大了 现在又多了0.5厘米 简直像是要把框架给撑破了一样 不过这个风扇并不只是增大了而已 它的结构也和3090的风扇有所不同 不仅叶片的数量没有那么密 轴承也从双滚珠换成液态轴承 总体上相同的噪音下 4090是可以达到更大的进风量的 NV给到的数据是15%的进风量提升 然后它的这一圈外壳现在是有点曲面的 它是有点往内凹的那种 这个设计和散热系还是不太一样的 并且显卡尾部给支架预留了空间 看来NV也很清楚这个卡几斤几两 同时GeForce字体也和之前不一样了 要圆润了很多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新的字体 我也不太喜欢新的风扇的长相 感觉大了到有点不协调了 要我说整体还是3090更好看一点 那么这两个卡的内部结构会有哪些不同呢? 还是按照国际惯例 我们把这张公版的4090给大卸八块 看看里面长啥样吧 不用担心 在拆之前 其实我们已经把性能和温度这些测试做完了 首先 4090和3090Ti一样 把显存换成了单颗2GB 所以显存全部可以安排在正面 背面是没有显存了 对于背板温度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儿 其次它整体的PCB布局、组件、供电接口的位置 也都和3090Ti的公版差不多 供电规格上则略微补齐了3090Ti的空焊位 现在的4090多了两项供电 总共20加三项供电了 感觉当时的3090Ti就像是给4090的PCB试水一样存在啊 显存颗粒我们也查了一下 居然也是和3090Ti完全相同的21G速率显存 而不是408016G上升级的22.4G速率的新款显存 哎呀 论留后手这个事儿 真是谁也比不上老黄啊 还有一个让我吃了一惊的 是我们这张卡所用的AD102核心 它居然是个QS 哇 这在以往的送测卡上可从来没有出现过呀 当然了QS和其他的ES不同 它和零售版基本不会有什么区别 但这也让我特别的好奇就是AD102流片的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啊 相比这块PCB呢 其实散热器的部分4090是要更有诚意一些的 不仅像前面说的 升级了风扇 均热板的内部也做了改进 热管还有棋片的面积也都做了升级 对于压住这颗新核弹或许能够起到一些作用啊 好了 这个核弹也给你们拆过了 那性能也差不多该公布了吧 我们先来看看4090的3DMark跑分 2K分辨率下压力稍微小一点的Time Spy测试 3090能跑到19800 3090Ti能跑到21500 那么你们猜一下这个4090能跑到什么水平 叨当 三万六千七 可以啊 相比3090强了85%了 比起3090Ti强了71%了 你要知道 这个不是光追也没有开DLSS 就是一个纯光山化的2K分辨率的性能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4K分辨率的Time Spy Extreme 3090只能跑到1万分出头 3090Ti大概11000多 而4090可以跑出将近19500的成绩了 相比3090有了92%的提升 相比3090Ti则是强了74% 这个提升确实是非常大的了 我查了一下 4090的待机提升幅度 甚至是自8800GTX以来最大的一代 那也就是15年以来进步最大的一张显卡 当然了 这个仅限4090这张旗舰卡 对吧 哈哈 性能涨了那么多 功耗会不会爆炸高呢? 我们这次就不用软件读书了 直接从PCIe和12PIN供电测量功耗 这个绝对是最准的了 测出来结果倒是还好 4090虽然TGP标了450W 但实际上它的功耗是没有3090太高的 Time Spy里面甚至有点跑不满了 大概380W左右吧 只是比3090略微高一点功耗 Time Spy Extreme倒是能够跑上去了 但还是要比3090太低了 大概平均417W吧 频率大概是工作在2730-2760这么一个区间 是一个很高的频率了 放在以前 我觉得400W对于一张显卡来说是高到离谱的功耗了 但是经过了30系的洗礼之后呢 我感觉400W已经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了 在我们所有的测试当中 记录到过的最高功耗是来自2077的开光追不开DLSS的数据 它最最高的那个尖峰可以标到478W 如果你不超频的话 i9家4090配800W的电源应该是将将够用 保险一点的话还是1000W以上吧 温度方面我们用TSE烤机半小时 公版4090温度基本稳定在70度 这个时候会稍微降一点平 但不算太严重 其实3090开始 公版的散热就已经赶上非公的水平了 这个核心温度的表现也算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包括我们也测了一下背板温度 得益于单面显存 现在的背板总算没有之前那么热了 最高温度相比3090是下降了将近10度了 PC上的Time Spy咱们跑过了 那出于娱乐的目的 我们也跑了一下手机上的Wildlife Extreme 你猜猜看4090和手机上最强的A16有多少倍的差距 答案揭晓26倍 哇 这玩意儿跑Wildlife Extreme能够跑到86300分 甚至显卡还跑不满啊 哎呀 最强手机和最强PC显卡 这俩图形性能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看起来4090的光山化跑分好像还不错啊 符合我们的预期 对吧 但是它的光追表现就稍微让我有点失望了 Port Royal的光追测试里 升级过光追单元的4090确实能够进一步拉开差距 但其实也没有比光山化强太多 相比3090依然没有超过100%的提升幅度 那这个和NV宣传的光追下几倍的提升似乎有点不太相符了 好了 好分归跑分 你们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际游戏的性能表现 那我们就别废话了 赶紧进入测试流程吧 首先介绍一下测试平台 CPU我们考虑到13代理论上还没有上市 我不能泄露任何的数据 然后AMD的7000系CPU又不够强 所以我们这次用一颗超频的12900K来测试 单核超到5.5G 全核5.2G 说实话哪怕超了频 我们测试完都深感 这一点CPU性能根本不够用 内存是芝奇的32GB 6000套条 超频到C30 并且我们优化了小餐以确保最强的CPU性能发挥 主板我们用的是ROG Z690 Apex 电源是ROG雷神1600W 由于22HR的bug太多了 所以我们系统用的还是Win11的21HR 首先我们来放一点开胃小菜 高帧率的竞技游戏通常对CPU的压力会比较大 而对显卡往往压力会小一点 但我还是很期待i9搭配4090能跑到多少帧 一上来我们先跑了Apex Apex是个锁300帧的游戏 不过3090太离这个上限差的远了 1080P都只能跑到230帧 而4090直接就能299帧给你干满了 分辨率提升到2K之后 4090依然能够时不时顶到300帧的上限 这个时候3090太就只剩下180帧了 进一步把分辨率拉到4K之后 4090仍然可以跑出4K209帧的恐怖表现 这个时候3090太就只能跑到100多帧了 4K下4090快了85% 不得不说Apex的优化还是挺牛逼的 你就想象一下4K200帧的游戏体验吧 相比之下 CSGO就没发生那么好的利用显卡了 1080P下也就封烟的时候会带来一些性能提升 你看这个最低帧 再来看录像这边封烟的这段性能 这个地方GPU还是有一点功劳的 但是平均帧就完全是看CPU了 4090这套平均可以跑到840帧吧 到了2K分辨率之后 CPU的瓶颈仍然是非常严重的 4090平均也就跑到657帧 就封烟后的最低帧还是很顶用的 那最诡异的要数4K分辨率了 正常来说 4K都是比2K更依赖显卡的 但是在CSGO里 4090居然平均还倒退了一点 这就完全不符合常理 考虑到显卡占用率是满的 这肯定就不是CPU造成的问题了 也许有别的瓶颈存在吧 实在是有点离奇啊 另外一个热门的竞技游戏DOTA 2 1080P和2K帧数和4K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里就直接放4K了 就哪怕你跑4K分辨率 瓶颈都完全是在CPU上的 4090和3090Ti根本拉不开任何的插卷 包括塔科夫 如果我们跑2K的话 也是会遭遇CPU瓶颈的 所有显卡帧数都是一样的 只有到了4K分辨率下 4090才能拉开一些领先距离 大概相比3090Ti快了54%吧 可以跑到接近4K144的水平 你甚至可以再开一个DLSS的质量档 这样你就可以跑到4K180了 说到竞技游戏 我这里也测了吃鸡 1080P下CPU瓶颈 两代显卡没有任何区别 2K分辨率也就是4090强了那么一点点吧 只有到4K下才有比较明显的提升 大概能比3090Ti快接近70%吧 4090玩4K吃鸡是可以跑到200多帧的 我们还跑了一下最近刚上线的守望先锋2 似乎比起一代的引擎和地图都做了更新 现在最高画质 守望先锋2的显卡压力是要来的更大一些了 帧数比我们前几天测CPU普遍低了不少 不过这个游戏的优化还是要比吃鸡好一些的 即便是1080P下 4090仍然能发挥出一些实力 相比3090Ti的不到300帧 它可以提升到419帧 到了2K分辨率显卡总算是能使出潜力了 40902K380帧 强了72% 这个输出还是挺猛的 到了4K分辨率下 出乎我们的意料 差距反而缩小一些了 4090大概只能抢63% 可以跑到4K217帧 那我们在想 这个是不是显存带宽造成的瓶颈呢? 毕竟4090的设计上有点像AMD6900XT 它们都是用踏缓存来弥补显存带宽上的劣势 那这种在太高分辨率下 有些游戏就反而不占优了 好了 稍微测了几个竞技游戏 不如我们再来看看各种3A大作的表现吧 这个我们就不跑1080P了 直接来看2K和4K 先跑几个纯光山话的游戏吧 第一个就是爱尔登法环 很尴尬的是 老头环的CPU瓶颈非常严重 2K分辨率 显卡之间是真的拉不开任何差距的 就哪怕你在4K下 你看这个占用率 4090都不能保着完全跑满 性能算下来 相比3090Ti也就提升了51% 大概是跑到4K124帧吧 想要4K无瓶颈的玩老头环 恐怕得等13代 甚至明年的CPU了 接下来我们玩了全面战争 战锤3 虽然是一个策略类的游戏 但是这个并不吃CPU 反而是比较吃显卡的 我们看到在2K下 4090已经可以领先65%左右了 但反而4K分辨率领先幅度会下降到59% 这个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包括我们后面测的大表哥2 也是这样的 2K下4090领先52% 到了4K反而只领先48%了 这个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一样 很可能是和中缓存 轻显存的架构特性有关的 不过大表哥2还可以开启DLSS 那我们开质量档的话 4090是可以跑到4K150多帧的 也算是电竞几帧率了吧 至于赛车大作 地平线5 这个游戏的CPU瓶颈倒是不算太严重吧 但是2K分辨率仍然不足以让4090满载 4K下4090总算还是能拉开一些差距 可以跑到4K156帧了 提升了73% 同样来自主机的游戏 战神的优化也蛮不错的 2K分辨率 4090一样只能够强49% 到了4K下 表现倒是更强一点了 它可以跑到135帧 如果我们再开一个质量档的DLSS 它还可以提升到160帧 感觉很多游戏在4090上都已经能够跑到4K144了 但是前提是你的CPU要足够的好 测完光山化游戏 咱们再来跑一些光追的游戏好了 首先一上来就是赛博朋克2077 这个游戏的硬件要求真是无出其右者 仿佛能让市面上所有显卡都染上赛博精神病 以往甚至连旗舰配置都跑不动2K 但现在至少4090也能跑到2K144了 哪怕开了光追 它也可以跑到2K81帧 注意这个是不开DLSS 3090Ti甚至都跑不到50帧了 这也算是达到了一个里程碑了 那我们把分辨率拉到4K之后 这个老问题又出现了 4090在4K下的领先幅度反而没有2K来的大 2077如果不开光追 这个4K下4090只能领先49%了 只有开了光追之后 4090的领先幅度才能来到75% 但这个时候的游戏就只能跑到42帧了 这个已经算好了了 3090Ti才二十几帧 好在我们可以开启DLSS 只要开一个质量囊 4090就可以把帧数拉回到74帧 流畅运行了 甚至2077还支持DLSS3的补帧 如果你开补帧的话 还可以进一步把帧数拉到112帧 这下的体验就非常好了 当然了 DLSS3的故事远没有那么简单 补帧的背后其实有很多需要我们去验证的东西 这个我们待会再来详细聊吧 另外一个支持光追的大作是《蜘蛛侠》 但是《蜘蛛侠》这个游戏 有着极为严重的CPU瓶颈啊 如果你玩2K分辨率 那根本就不用看显卡了 你就算开了光追 压力也一样在CPU上 显卡完全是跑不满的 就哪怕是跑4K分辨率不开光追 一样是CPU瓶颈 只有开了光追之后 4090才能勉强和3090Ti拉开50%差不多的差距 性能确实还不错 不开DLSS的话4K能跑95帧了 然后你一开DLSS会发现 诶 这个帧数根本没有任何的变化 这DLSS开了个寂寞 你看这就是CPU瓶颈带来的问题了 你压力都不在显卡上了 你显卡再怎么想办法也没办法呀 这个时候其实补帧就会是一个很有用的东西了 包括《孤导惊魂6》也是 2K分辨率下哪怕开光追 显卡占有率都非常低 根本没区别 就到了4K下 依然有一些场景占不满显卡 哎呀 我们CPU单核性能急需提升了 好在并不是所有的游戏在4K下都能跑出CPU瓶颈的 像《生化危机村庄》就优化得非常好 哪怕2K下4090也能收获55%的提升 这个时候帧数已经飙到400多帧了 打开了光追之后 4090的领先幅度可以来到73% 开光追我们都可以跑到287帧了 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拉高到4K分辨率 4090可以更完全地发挥出来 哪怕开光追都能跑到4K将近200帧 性能强势一方面 卡表的游戏优化确实也是业界良心 同样的评价也可以给到《杀手3》 这也是一个优化不错的游戏 2K如果不开光追 你可以跑到接近350帧 开的光追损耗还是蛮严重的 只剩下120多帧了 如果是4K的话 不开光追它可以跑到接近240帧 开光追也还能保持在60帧以上 这个相比3090Ti的差距还是蛮明显的 3090Ti你需要开DLSS才能流畅地玩光追 而4090如果你再开DLSS 那直接就跑上100多帧了 还有一个帧数比较漂亮的游戏是F122 2K下CPU瓶颈可能差距还不大 不开光追大家都是200多帧 但是到了4K分辨率下 尤其是开光追的时候 4090还是能保持70多帧的 这个时候比起3090Ti就是显著高出一个量级了 如果我们这时候再利用上DLSS开个质量档 它就可以跑到4K120了 再开个补帧 4K光追能跑160帧了 哎呀 感觉这个性能已经有点过剩了呀 我这次还跑了三个纯光追的游戏 就是为了看看这代光追的提升到底有没有宣传那么大 像地铁离去增强版4K纯光追 4090大概要抢74% 虽然70多帧的帧的确流畅了 提升也确实不小 但和光山化比其实差不太多 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光追神游 包括对光追单元压力更大的MC光追版 它也不过是提升了60%多的性能 雷神之锤RTX版也是75%的性能提升吧 反正没有一个游戏能超过100%的 我感觉和NV宣传的光追性能还是有点偏差的 我们总结一下 在4K分辨率下 对于CPU瓶颈比较小的一些光山化的游戏 4090综合比3090Ti强66% 比3090强81% 光追游戏 4090比3090Ti强75% 比3090强94% 这个提升幅度还是挺可观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所有游戏不管有没有CPU瓶颈都给它算上 那4090综合就只能比3090Ti强57%了 比3090强70% 说白了就是相比显卡 现在的CPU有点太弱了 很多游戏优化又做得太差 在4K分辨率下测显卡不能遇到CPU瓶颈 我是真的没想到的 而且4090也不是所有游戏都是4K下更强的 有不少游戏我们测下来 反而是2K的提升幅度要高于4K 那这我就觉得很可能和这次显存带宽太低 转而堆缓存有关系啦 超高分辨率图形压力太大的情况下 缓存不一定够用啊 怎么着都会吃显存的 那这个时候显存带宽的劣势就会体现出来了 在明天的非公版视频里 我们会再测一下8K下的性能 甚至还会整一些大骚火 你们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啦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 这次40系卡的重头戏 也就是DLSS3啦 DLSS3主要包含了三块 超分辨率 Reflex降低延迟 以及最重要的 补帧 超分辨率和Reflex 其实和以前没有什么区别 20系和30系的老卡 你现在也都可以开 这三项在游戏里面是完全分开的设置 并不是打包在一起的 换言之 只要游戏支持 你也可以不开DLSS的超分 只开一个补帧啊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肯定还是在补帧上 刚刚我们有两个游戏测了DLSS3的补帧性能 分别是2077和F122 2077开了补帧之后 可以从74帧补到112帧 大概是有51%的性能提升吧 F122是从120帧提到160帧 高了33% 你乍一看感觉这个提升好像还挺大的 但你仔细一想就会觉得有点奇怪了 诶 补帧补帧那你不应该是直接翻一倍吗? 怎么会有30%及50%的补帧呢? 诶 其实有一点老黄没跟你说清楚 就是DLSS3的补帧并不只是依赖光流单元 它同时也会占用原本的GPU资源 这么说吧 赛部蓬头2077原来是跑到74帧 现在我要开启补帧之后 由于会占用一部分的算力 游戏本身的性能会受影响降低到比如说56帧 然后再通过补帧的方式翻一倍达到112帧 所以这个112帧其实是从56帧补上来的 从我们的测试来看 似乎帧率越高 这个补帧的损耗也会更严重 属于是杀敌1000 自损500的技术吧 不过这个特性也让它特别适合用在一些CPU瓶颈的游戏里 比如说为了模拟飞行 我们就测了一下 开启DLSS3补帧 性能可以直接翻倍 没有任何损耗 这是因为模拟飞行作为一个CPU瓶颈的游戏 本来它的显卡就是吃不满的 既然有闲置的显卡资源 那正好就可以拿来补帧了 不会影响到原来的游戏性能 你可以看到开启补帧之后 显卡占有率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的 这个部分就是补帧所占用的额外的GPU资源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30系卡也搭载有光流单元 但我依然觉得NV给老卡开放补帧的希望非常渺茫 就是因为连4090补帧的性能损耗都有点大了 30系卡如果光流单元不够强的话 只会更影响原本的性能 比如说要砍一半的性能再补回去 那这个不就是原地TP了吗? 当然这只是个推测了 咱们还是保留那么一丝希望 你也千万别看到有损耗 就觉得DLSS3是个鸡肋的功能 它其实还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补出来的效果确实很好 2077这个补出来的100多帧真的是丝滑流畅 我知道你们很多同学关心的可能不是补到100多帧 而是中端显卡从40帧补到60帧是什么样的效果 我也考虑到这一点了 这里我们就通过给4090降频的方式 特意模拟了一下中端显卡低帧率下的补帧 你现在看到的是原生60帧没有补帧的画面 这里我只是在做测试的过程中正好打一下重锤 并没有任何报仇的意思 因为没开锤同步的关系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画面撕裂 反正就先感受一下原生60帧的流畅度吧 然后我现在给你看看补出来的60帧怎么样 原生是40多帧补到60帧 流畅度上讲你感觉出这是补帧吗? 我提醒一下 你得先把这个视频切到60帧才能看出流畅度 如果你是B站上看的没有开大会员的话 那就看不出任何东西来了 油管上的同学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们肯定是能看到60帧的 那怎么说呢? 这个补出来的60帧能不能骗过你们呢? 应该是明显要比原来40帧要来的流畅了吧? 我个人感觉这个补帧在60帧下还是可用的 画质方面看不看得出来呢? 我把这个60帧的素材慢放 其实你专门去对比前后两帧 还是能够明显看出来这个光流补帧的痕迹的 尤其是我这边战斗的画面非常复杂 像这种单分子线动得特别快 然后又很细 很难寻规律的 而且它还开得动态模糊 对它来说补帧的难度就非常的大 所以肯定是会有违影的 但神奇的就是当它连起来之后 画面正常速度播放之后 你就不太能够感觉出它是补帧了 这个感觉确实是60帧的感觉 这个就是利用了我们人眼或者人脑的弱点 我们自己的脑子也一直是在DLSS在脑补的 如果你想要改善补帧效果的话 倒是可以把动态模糊给关掉 这样补帧的难度会低不少 就不会那么容易出现违影了 不过通过前后两帧这样去对比 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些文字 UI之类的 它们也有光流补帧的痕迹 也就是说这个补帧管线 还是处于比较后期阶段的 尽管它能够参考引擎内的使用数据 但它并不是深根于游戏渲染流程中的 也许这个补帧移植起来 开发部署起来 可能比我之前想的更容易一些 但是UI的问题还是要解决一下的 现在这样补帧的话 有时候就会造成UI破损 这个就很容易穿帮了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DLSS3不兼容垂直同步 这也是为什么刚刚的录像 你们都看到是存在一些画面撕裂的 好消息是它可以兼容GSync 但如果你用的不是GSync的显示屏的话 那开不了垂直同步就不得不忍受这些撕裂了 另外一个给大家关心的肯定就是延迟了 对吧 补帧肯定会造成额外的延迟咯 NV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它把补帧和reflex给放在一起了 补帧多了延迟就用reflex去降延迟 行吧 也是一个办法嘛 我们实测下来 2077什么都不开 50多毫秒的延迟 但你单开一个reflex 它就可以降低20毫秒了 只有30多毫秒的延迟 这个时候你再开补帧 它又会多出十几毫秒的延迟 但是补完帧的延迟 还是要比你不开reflex来的低 那我觉得对于分秒必争的禁忌游戏来说 这个延迟可能还需要斟酌一下 但是对于3A大作来说 真的是无所谓了 完全可以接受嘛 不过啊 这项补帧黑科技也有一个极限 就是你的目标帧率最好不要低于45帧 45帧以下 这个补帧会对你的帧生成时间造成越来越大的波动 到目标帧率30帧的时候 其实你看这个时候的画面 感觉流畅度已经远远达不到原生30帧的流畅度了 这个卡卡的感觉很明显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意料之中 毕竟帧率越低 两帧之间间隔就越远 补帧能够利用的信息也会非常少 自然效果就很差了 最要命的还不是流畅度 而是延迟 刚刚我们测高帧率下延迟的问题不大 但你从20多帧补到30帧 那你的延迟还是十几帧的那种离谱级延迟 大到根本没法玩啊 就算画面看着能接受操作起来也会特别难受 所以我不太看好DLS3这个补帧在低帧率下的应用 包括下一代的Switch如果要用这种技术的话 大概也是用在目标帧率60帧或者更高的情况下会比较合适 感觉DLS3测下来 这个补帧总体还是给我一个好的印象呢 虽然说还有很多想吐槽的地方 虽然它这个改进空间很大 但是咱们看结果说话 玩的时候我确实很难感觉到它是补出来的画面 那它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反正我对待这类技术的态度就是 你只要能够通过双盲测试 你只要别让我看出来 那你想怎么造假随你便呗 测完了游戏性能 我们该聊一聊专业软件了 很可惜我最关心的一个测试做不了 就是深度学习 哎呀 因为没有Linux驱动 不好搭环境啊 这个我们就只有上市了之后才能知道了 那先来看一下渲染的表现吧 首先我们测了Blender的BMW测试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渲染测试 4090仅仅4秒不到就渲染完了 那我给你一个参考 就是M1 Ultra大概花了24秒渲染完 所以这个性能还是挺变态的 你就按照这个小几秒一帧的速度 个人创作者花个一个礼拜 也能渲染出一部完整动画了 以后可能都不用找渲染农场了 但是Blender还没有发挥出这张4090的全部实力 OC渲染器的表现更加恐怖 利用RTX加速 4090可以做到比3090Ti快85%的离谱性能 另外一个渲染器Redshift里面 4090的表现也非常强 渲染效率显著的要快出一大截 甚至我们可以说4090在渲染中的优势 比很多的游戏还要来的大 同样的优异表现也体现在了游戏开发当中 Unity引擎的GPU光照烘焙4090依然要比起30系快出很多 每秒它可以构建将近两亿五千万条光线 包括虚幻无引擎 我们在黑客帝国这个大项目里切换到Nanet试口 测了一下预览性能 4090也是快了不少 预览Nanet的帧率甚至可以跑上60帧了 当然这次40系的提升并不全是在CUDA性能上的 新的NVinc双编码器的升级也让视频编辑效率更高了 我们拿Media Encoder测了一下转码 4090的速度显著的更快 新的编码器确实起到了作用 但是我们也发现实际上它只用了一半的编码器资源 是不是说这个软件还没有适配双编码器呢 我感觉还是有可能的 这个也让我期待能够满血发挥的4090编码效率到底能够快多少 包括4090还首次支持了AVE编码 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卵用吧 但在未来的视频工作流程里没着能够起到一些关键作用 落实到非线编码器里面 其实本来显卡的占比就不是最高的 你看到的综合提升幅度肯定会打一点折扣 不过PR和达芬奇成绩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进步 而AE则是不太依赖显卡编码 显卡性能的权重也远不及CPU 就很难体现出显卡的区别了 最后我们还测了超分和补帧 PoPass的视频超分 4090可以带来些微的性能提升 幅度不是很大吧 这个场景应该CPU的权重还是有点高的 而Rive 4.4的补帧则是完全拉不开任何差距的 这个应该还需要算法针对新的显卡做出优化来 目前4090拿来补帧是不会快多少的 最后我们还测了一下工业软件合集Spec Viewperf 4090在NG和Medico这两项里领先幅度是非常大的 然后在3ds Max、Maya、Catie、NX、Solidworks里面 也都有一定的性能提升 怎么说 4090的这个表现还不错吧? 大多数的场景提升都挺可观的 那我就好奇了 进一步给它超频提升性能有没有用呢? 简而言之 没屁用 这卡超到是挺好超的 默频2700多 随便一拉就轻松上3GHz了 显存一样可以稍微超一点 但你会发现超完频根本没多少性能提升 Time Spy Extreme从19500提高到了20000分出头 实际游戏可能高个一两帧都聊不起了 属于是超了个寂寞 感觉可能有什么其他的瓶颈限制了它的超频前沿 甚至拉满功耗墙 超到3GHz的情况下 它的功耗也没有比之前高多少 你看 限制4090超频的并不是功耗 这也意味着这代顶级飞工卡和盖板的差别会很小 虽然超频性能上不去 但是降频这张4090倒是挺擅长的 4090的TGP标了450W 但你猜猜看它达到3090Ti的性能需要多少功耗 我告诉你 只要190W 190W已经可以押进一些准系统笔记本了 然后你能够拥有3090Ti的性能 哇 当然了 NV我觉得应该不会把102核心真的做进笔电里的 但是你能看得出来换了台积电最新工艺之后 这个能效确实还是挺不错的 总结一下 4090这张新的旗舰显卡 它的表现还是非常强的 在没有CPU平静的情况下 很多游戏相比3090Ti都能有70%的性能提升 只是可惜以现在的CPU性能 并不能够释放出4090的潜力 就哪怕你用的是12代酷睿 还是有很多游戏会受到CPU的限制帧率提升不够理想 与此同时 这个新的DLSS3补真技术倒是让人眼前一亮 尽管它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并不像老黄吹的那么理想吧 但实际体验过后 我觉得这确实是提升游戏性能的不错方向 后面再改进改进还是大有可为大 当然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 你这么强的显卡 要是能卖便宜一点就好了嘛 哎 不过也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这一代的公版卡在国内是会官方发售的 很快你在京东上面应该是可以买到公版了 不过到底是你买到还是黄牛买到 这个就不好说了 对吧? 好了 我们今天的4090首发评测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明天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还会发非公的整活视频 非常的骚哦 千万别忘了来看 那你觉得要是这期视频有用的话 别忘了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一下 也别往往来我们的淘宝店集团店看看各种周边 可以买一件显卡T恤嘛 这个40系出来之后我们连印花都不用换 这个长相跟30系没啥大区别吧 帮我们省钱了啊 行了 我们明天记得来看这个非公的视频 那么就拜拜啦